大家好,我是斯芳克 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德国的牛奶大米 还有在德国超市里的各种牛奶的区别 大米有很多种类 有的长,有的圆 圆的大米在德语叫runt corn rice 又称milch rice,牛奶大米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德国人喜欢把那个圆的大米放在牛奶里煮一煮 就是德国孩子们超级喜欢吃的一个甜点叫milch rice 把达米煮在牛奶里让达米中包含的短炼淀粉粉被溶解 首先我可以准备香草椒 因为我们做vanilla milk rice 一升牛奶 加点盐 然后大米 然后加热 然后加热 我们今天做的milch rice加樱桃酱 所以我们同时可以开始准备 然后有时候应该搅一搅 一点这个樱桃水 放在这个淀粉里 然后这个可以放在锅里 然后这个可以放在锅里 加热 很重要是经常搅一搅 很容易可以火 滑 开后可以加淀粉 应该水 好可以把盐子放在上面 然后让它冷却 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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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差不多 对的样子 现在还可以把它十分钟在这里 然后做好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milch rice 还有樱桃酱 我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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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份糖 在德国比较多人喜欢喝牛奶 每年有超过四百万头奶牛 成长约三千万斤的牛奶 如果你们在德国去超市要买牛奶的话 你们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 可能会让你们有点糊涂 所以我今天还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种牛奶的区别是什么 在超市里能买到的牛奶 一般都是通过什么处理方法的 一种处理方法叫pasteurizeron 为了消毒 牛奶几秒钟被加热到75度 另外一个处理方法叫homogeneseron 通过此过程 牛奶中的脂肪被继续分解 最后它形成均匀的液体 这样的牛奶可以更有效的被人消化 通过这样的处理方法的牛奶 一般叫follmilch 脂肪含量至少为3.5% 在德国最多喝的牛奶是fet arme milch 那也用lissingi 让牛奶的脂肪含量少一点 一般在1.5%到1.8%之间 然后还有heltbare milch 哈milch 是为了让保质气更长 而通过均匀化和超高温的牛奶 生产哈milch 要把牛奶几秒钟加热至近150度 然后立即冷却至45度 这样的牛奶可以在室温下为开封保存这个月 味道当然没有和新鲜的一样 而且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没有新鲜的那么多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处理方法 叫microfiltration 在这个过程中脱着牛奶部分 被压过非常细的 过滤器去除细菌 这样可以延长保质气 但是还包含比较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个牛奶叫ESL-Milch Extended Shelf Life-Milch 所以可以说这种牛奶有各种优点 也有缺点 所以我在这里有几个例子 我们有Vollmilch Fettarmemilch 然后哈milch 这是Vollmilch pasteurisiert,homogenisiert 这个特殊的方法 Mikrofiltration 保质气也比较长 但是应该还有比较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个是Fettarme 所以脂肪含量只有1.5% 还有这个是哈梅 所以保质气比较长 但是可能维生素和矿物质 没有新鲜的那么多 现在还要尝一下啊 好好 我很喜欢这个肉桂粉加白糖 但是一般我只是加牛奶 樱桃酱我一般不做 但是很多人喜欢吃 在饭店里也经常有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 Milch Rice加牛奶 很简单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 欢迎你们关注 转发或者评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